大家好,歡迎來到愛閱讀 我們今天要談論的主題是安全感 你的孩子是不是拒絕想應新的事物 對於新的事物完全不想學習 甚至退居人後 不喜歡讀處,也不喜歡上學 更不愛交朋友 今天我們要推薦一本來自法國 主題為安全感的繪本 作者為雅雲賽爾斯 他承認幼兒園老師在1966年的時候 他創辦了《世界之路》出版社 法國、德國、捷克 還有荷蘭的皇家圖書館 共同送給他一個美名 兒童文學的門幕 有沒有非常期待呢?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本繪本吧! 孩子們 一棵大樹 一個躲藏的好地點 一座高山 攀爬起來不費力 滿天星斗 讓人在黑暗中安心下來 河流 河流 穿越起來 並不危險 用比風更快的速度 越過草原 感受風的擁抱 河流 躲在夏日的陰影裡 赤熱的太陽也讓人快活 大家都看到 到達過 雲躲都不藏 不过飞翔的翅膀就在你身上 喜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大海是让人分享的 无边无际的空间给人自由 世界就在那里 就在你鼻尖的另一端 无论在何方都不可能迷失方向 永远都不会发生 靠在一块发抖是最难忘怀的 月亮是黑暗中的一只大眼睛 害怕是理所当然的 真正的幸福就是与丛林一起呼吸 大家都长得一样 可不是好主意 长大就是每天学到一个新秘密 而出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勇于开启一个 没有人诉说过的美丽故事 这本绘本它文字其实不多 但是作者用非常简洁的图像方式 传递了非常多的讯息 比如说一开始出现的大树 高山 青斗 它想要表达父母除了在孩子身边以外 它在孩子身边其实产生了一个安定的力量 让孩子可以去登顶 甚至它可以去安心的欣赏 在黑夜中可以欣赏新城 那接下来 它提到的河流 有风还有阴影 其实 作者想要表达我们陪伴孩子 不仅仅就只是在他身边 我们还可以引领他去克服困难 甚至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那接着 开始出现了云朵 出现了大海 这里开始慢慢鼓励孩子走出去 它有翅膀 它可以去飞 它在海里 它可以游 海是无限的宽广 其实鼓励孩子 拥有自己的优点 认识自己的优点 甚至去运用它 可以去体验 更不一样的生活 那接下来 孩子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有可能 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跟着同伴一起发抖 甚至在黑夜里面 其实都不用担心 因为还有一抹明亮的月光在这里 其实这个月光象征的就是父母亲 对 当你遇到再大的困难 父母亲一定是义无反顾的陪伴着你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 孩子永远都不是孤单的 最后 作者他想要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孩子从成长过程中 从父母的陪伴到同伴的共同成长 到勇敢的去冒险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进阶的过程 因为世界很大 世界给我们非常多的机会 只要走出去 他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本 孩子们 其实他是来自畅谈文化的套书 美丽新世代心理学绘本 他总共区分前面的自我人格建立 其实他里面的主要主题 都是在教导我们的孩子 怎么去认识自己 比如说我们刚看的 就是第一本 就是安全感的建立 比如说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爱心啊 如何培养啊 情绪来了 我们针对情绪的部分 如何去引导 那第二个部分 他就是教导孩子 怎么去跟别人相处 比如说遇到冲突 如何引导 怎么学会彼此沟通 彼此尊重 遇到竞争怎么办 最后就是这四本 他提到的就是 怎么去爱这个社会 比如说像这一本 在讲独居老人的议题 那像这一本 他在讲自然环境的关系 那他循序渐进 讲爱自己 爱别人 关怀社会 是很多读者 非常喜欢的一套书 今天跟大家做个推荐 爆炸 看着没内容 试来哦 assim 介绍 小骜 主題 们 어서 未经许 效仿 这件事 来